记者王骏中台南报道,有20年甲状腺肌能抗净病史的六群林幸福人,多年来未定期回诊,服了,一回昏倒在住家客厅,被家人发现送医就回一命。 就医期间,医师检查发现其甲状腺肌能抗净持续存在,为她治疗,追踪。 医师提醒有甲抗病史者需定期治疗,服了,若为妥善治疗控制,有可能引发致命危机的甲状腺风暴,因为未定期接受治疗, 林肤出现连续十几天误心,食欲不振,心肌和呼吸急促加剧,身体越来越虚弱,竟止昏倒送到为福补台南医院急救。 经医护检查血压上稳定,但心跳很快和病心育不整,胸部X光显示心脏肥大,性紧急处理回复一时,患者甲状腺检测报告仍是高能症,及机能抗净,接受规则治疗与服药。 林肤告诉医师说这次学到教训,不能再对甲抗放人不管。 台南医院内分泌剂新陈代谢科主治医师刘桂文表示,甲状腺位于颈部前下方,及气管前方,甲状软骨下方,它分成左右两叶,看起来像一面盾牌。 顾名甲状腺,甲状腺会制造分泌荷尔蒙,T4、T3。 而甲状腺高能症是指此腺过度制造,和分泌荷尔蒙造成的甲状腺肌能抗净,常见症状有心剂,体重减轻,怕热,颤抖,焦虑。 最常见致病原因是格瑞夫姿势病,患者典型症状有双侧甲状腺重大,突厌,甚至境前年夜水肿。 刘桂文说,甲状症好发于女性,男女比约1比5,有自体免疫甲状腺疾病者医患刺症,有家族遗传也有后天环境因子,如压力,抽烟,感染,过多的点,生产后等因素,提醒甲状患者要避免吃海带,紫菜,昆布等含点食物,少喝咖啡,茶等含咖啡因饮料。